国际新闻 意大利众议院正式通过 同志伴侣民事结合合法化 是欧盟最后一个国家 赋予同志伴侣法律权利的国家 这项立法让同志伴侣 拥有同等于婚姻的权利 包括改成同同姓名 继承权利以及医疗决定权 不过距离同志婚姻合法 还有一段距离 日本取得2020年 东京奥运主办权之后 争议不断 除了先前爆出logo涉嫌抄袭 又传出东京奥运 是花了130万欧元买来的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东京奥运申办小组 涉嫌向国际奥委会前委员 戴亚克的儿子 提供约130万欧元款项 不过日本内阁菅义委 今天强调 东京取得奥运举办权的过程 非常干净 以上新闻由谢新宇编辑播报